美国将拍卖大批油气田开采权 什么信号 油价 通胀数据双双创新高 拜登政府在国内实施减少化石燃料消耗 以降低碳排放的计划面临挑战 美国将于11月17日 开卖大批墨西哥湾油气田开采权 所设油气田储量估计多达11亿桶原油 美国通胀数据也备受关注 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涨幅达6.2% 是1990年11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当地时间11月16日 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美国加州的汽油价格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 美加文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 飙升至4.687美元 据全美各州之首 美国汽车协会南加州地区的发言人道格舒佩表示 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原油成本上涨和汽油需求增加 据粮食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4日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 拜登政府应动用战略石油储备 以降低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 CPUC人财富管理公司 高级能源交易员Lebica Bybin表示 在当前10点 市场已经把原油储备释放 大部分都计入了价格 随着时间的流逝 如果原油储备没有按照预期释放 油价可能会剧烈抬升 中金公司指出 随着CPI增速破6 美联储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市场对美联储明年加息时间点的定价 也开始降前移 往前看 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将随着通胀走高而上升 一个需要关注的是 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是否会转向更加鹰派 比如在Taper的节奏和加息方面 二 财政支出 众议院将在下周 就拜登1.75万亿美元法案进行投票